本节讲一下加带更多 加带更多呢 其实简单来说 这个逻辑上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点击加带更多 然后传入比如说第二页的数据 就是pagedindex 就是页是我们传入一个2 然后把后端 后端因为有分页的逻辑 对吧 我们之前也做过 然后把这个第二页的数据 给它返回回来 然后到页门中去渲染 这样就完事了 对吧 就这么一个逻辑 但是呢 我们本节加带更多的时候 需要给大家去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是一开始 你考虑不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这个页面 首页的渲染 是怎么渲染的 是后端渲染的 对吧 后端渲染是怎么渲染的呢 后端渲染是通过这个 bloglist.egs bloglist.egs插件渲染的 比如说 网线中这个首页的数据 是直接从后端 通过模板渲染出来的 如果我们点击的更多 比如说加载了第二页 这个时候要加载第二页 因为每页是五个数据 对吧 然后需要渲染第二页的 五条数据的时候 这个数该怎么渲染 如果前端渲染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 前端渲染的话 你想想这些 image的class 这个什么结构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都需要前端去知道 比如说imageclass 等于Uler Picture 然后DIV的class等于 整个模板的过程 这个模板前端就知道 但现在是前端布置的 这个模板是后端给的 比如说这个模板 是这个后端的 这个egs模板出来的 所以说呢 加载更多的这个地方呢 我用了一种方式 当然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 第一种方式就是我家 接下来的转的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说 我们这个后端有一个模板 是这么一套 对吧 前端也要做这么一个模板 就是我们接待更多的时候 我们把数据反过前端 前端给你自己的模板 就这么一种形式 然后把数据一条一条的去选出来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的坏处是在于说 这个模板的格式 后端要存一份 前端也要存一份 这样的话就是两份 而且两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要改的话 就是同时改两份 如果其中有一份改完之后 另一份忘了改 那就会出问题 所以说我选择了第二种方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路德帽里面的代码 像这个路德帽里面的 加载更多完之后 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 它直接去把 加载更多的东西 直接渲染到页面上 它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它出来的页面 就是现在的页面 这个template container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 dequery封装的一个字符串 这种形式 大家应该都见过 也就是说 我们出来的这个 blog list tpl 这个东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html的字符串 就是类似于 它出来的是一个 div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div等于这些 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个 A标签 然后什么 A标签里面有什么内容 然后可能还有一个 image标签 src 等于什么什么内容 这样 有时候我们后端 需要返回这么一个东西 如果后端返回的是一个模板 让前端直接去 把模板渲染到页面中来 那前端就没必要去知道 这个模板的内容 对吧 反正你给我什么 我渲染什么就完了 对吧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模板 集中在我们的这个blog list 这里面来处理 也就是说 我的思路是 在更多的时候 返回给前端的是 我们通过这个blog list 通过后端的这个模板渲染出来的一个 A标签串 并不是一个dason 如果返回一个dason的话 前端还需要给你一个dason 然后自己去弄模板去渲染 这样的话 就会出现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前端有一个模板 后端也有一个模板 所以说 我们用我刚刚说的这个思路 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一边做了一边说 OK 我们先关掉这个 回顾一下这个 加在更多的路由 是API profile root mode 然后后面加一个username和pdindex 这两个参数 那我们就要新建路由 对吧 在这个root里面 然后在API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建一个叫做 blog profile.js 这个和这个blog号目 要分开吧 然后这里面呢 先写图示 个人主页 API 路由 好 先把路由建起来 那我这就快点写了 这个代码都写了很多遍了 OK 路由要写一个prefix 就是前缀 前缀是什么 API 然后profile 对吧 最后呢 不要忘了把这个路由 给它返回出去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要建一个 建了更多的路由 doter.get 然后叫loadmail 然后第二个参数 username 然后第三个pdindex OK 这个路由建完之后 它需要一个什么呢 它需要一个登录验证 好 这我们就直接写了 login check medwares login checks 把当我们验证文件写上 然后接下来就写我们自己的逻辑 好 那这里面就是我们写我自己的逻辑 写之前呢 我们要先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把这个路由注射APP 接上来 要不然会很容易就忘了 好 我们在这写 profile API Rooter API Rose API curlfile 好 就仿照之前的格式来写就是了 这块没有什么难点 好 引用之后在这注册一下 好 那我们这个路由就注册完了 注册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写了 首先我们要把这两个参数给搞定 对吧 user name pageindex 复制成 ctx.params 通过ctx.params 会获取这两个多段参数 然后呢 pidindex要转一下 passint 因为你获取的参数里面 它毕竟是自无上格式的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要转一下pidindex 既然转重新复制的话 那这的话就会写一个let 这就会写const OK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什么呢 通过一个我们的这个controller里面 我们刚做这个getprofile bloglist去获取我们 加的更多又是第二页 或者第三页 就获取当前页的这个数据 所以说我们这就不用再重新写 我们直接去获取就好了 抽了 这是一步的 好 这样的话我们 用的内容要传过去 对吧 然后页数呢 页数直接从这传过去就行了 就是第几页前章会告诉你的 你不用关心这个地方 好 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已经是把这个交代程度的逻辑 给你写完了 写完之后 你看这个地方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exempty bloglist pidindex pidside pidindex 这些 然后关键看这个地方 bloglist bloglist就是一个数据 对吧 所以说这就跑到我们之前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如果把这个bloglist 直接反过去前端 前端需要自己去渲染 这样的话前端就需要自己去掌握 bloglist exempty 这个模板的这个格式 这样的话就会变成两个一大码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我们把这个results 点data 为什么点data 因为它这返回的是一个successmodel 对吧 点data 点bloglist tpl 复制成一个什么呢 一个函数 去把这个results.data.bloglist bloglist就是我们controller返回的这个bloglist 就是把这个json的这个数据 通过一个什么什么机制 然后给它复制为这个bloglist的tpl上 最终我们ctx.body复制成results去返回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步 就是渲染为html successmodel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步 这一步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东西怎么去写 为什么是这个bloglist tpl呢 我们刚才看过这个在loadmail里面 loadmail里面我们是用了这个data.bloglist tpl这个方式来做的 就是如果这个是htmlsuccessmodel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转换成一个档幕对象 然后直接把它渲染中 至于你的自负派里面是什么东西 这个钱都不用管 对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需要去搞一下这个东西该去怎么做